即這是假故障 真為停嗎 高雄鳳山的青年路上 這汽車位總是很難找 但沒想到這名駕駛 您看他直接停在這紅線上 緊接著拿出這紅色的三角 追究北方在後面 讓人感覺他的車子似乎出問題 但是重點是二十分鐘過去了 這駕駛卻是若無其事 直接把車子開走 好像他的車原本就沒有問題一樣 不免讓人懷疑 他是不是紅線臨停停出了 全新進階 先開引擎蓋 打開後車廂 後方一公尺遠 擺放一支交通錐 駕駛靜靜待車上 滑著手機 一陣子過去 駕駛收好路障 整理整理 就直接開走 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般 讓人不禁想問 你的車到底有沒有故障 重回現場 駕駛停靠的地方 就位於鳳山青年路上頭 這邊商家林立車位不好找 加上駕駛停靠的地方就是紅線 難道是故意假裝故障 微停 到底是車子有自我修復功能 實際調監視器看 男子晚上八點零七分開始停 全部擺設好之後 就一路待在車上 直到二十分鐘後才開車裡去 如微停車行為 第一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 第五十六條 處新臺幣六百元以上 一千兩百元以下罰款 但是這種也難說 你因為他這樣的時候 搞不好他是真的車子趴忙 這位駕駛車子到底發生什麼事 無法知曉 但如果真的是單純為了零停 簡直就是計畫通 微停停出了一個新高度 記住黃一副黃耀明 高雄報導